路口滿滿都是汽車機車 不管要直走還是右轉都擠在一起 也讓路口成為車禍熱點 但你注意到了嗎 地上的右轉箭頭標線有兩個版本 看得民眾不煞煞 有人直說是陷阱並排行駛就開罰 習慣這個了啦 就要加直線了 對對對 其實這兩個都是分流式指向線 從原本直行和右轉箭頭黏在一起 104年開始交通部試辦 直行右轉箭頭分開 主要目的提醒右轉車靠右行駛 事辦至今相關事故降幅達58% 根據交通局108年統計 在高雄市的大順路及南平路口 劃設分流式指向線 肇事事故從24件下降到20件 側翻事故從3件下降到1件 看到這個指示之後嗎 就是先靠右邊打方向燈 然後再右轉 路口右轉車中的事故 讓右轉車提早靠右 那執行車靠左行駛 處罰條例其實是沒有針對 在路口前從車道並排停點紅針 的時候有處罰 實際到路口目擊要右轉的汽車 沒有先行靠右 直接往右邊轉 根本沒有注意地面標誌 雖然事辦至今有成效 但恐怕民眾對新標誌 還是不太熟悉 三星無學人 紅塵宇安高雄報導